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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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平安 請問吃飯前 放輕鬆 看一看視覺 沒有上過我的課請走 沒有上過我的課 唉唷還蠻多的 好請放下 差不多三十個 聽過一次的請舉手 聽過兩次的請舉手 兩次 忍耐一下 聽兩次的忍耐一下 我今天會再加一點心的 所以都多少有心 沒關係 第一次聽不懂我們就聽兩次 聽三次都可以 這是 這是藝術解碼 我這堂課是藝術解碼 之前我是什麼時候給你們上課 是藝術入門 應該是入門 現在踏進去以後 那這次是解碼 來後面遲到的請趕快就坐 大家就定位之後我再開始 好第一張slide先出來一下 講藝術為什麼要講鳳梨 鳳梨 第一次看上我課 講藝術為什麼要講鳳梨 鳳梨 要往來嗎 大家都知道 我是畫畫老師 那我經常 會用 會叫小孩子寫生 會畫實際上 寫生就是畫實際上的東西 那畫畫的時候 我們在做一件什麼事情 畫畫的時候我們就是看東西 然後 經過翻譯 用線條畫下來對不對 我們畫的東西是不是鳳梨 不是嘛 對不對 我們只是經過人的視覺的翻譯器 把它翻成 用線條來表現 聽得懂嗎 我講得太深了 用線條表現出我們看的東西 來下一張 這就是我的作業 我的作業叫做跳 有一個作業 我作業很多 其中有一個叫做跳躍性思考 那畫這張畫的是一個小朋友 差不多15年前 現在這小孩子已經是研究所 念博士班的高材生 不知道他畢業了沒有 但他數理方面很強的一個小孩子 只是他學齡前 就是幼稚園還沒上小學之前畫的 好 那個作業的內容 題目叫做跳躍性思考 我會一開始先給小朋友一個物件 不管是什麼物件 可能是杯子 可能是禁物 各種各樣的禁物 這個作業我是給鳳梨 跳躍性思考就是 你第一次要畫的要根據 來後面請趕快就做 因為我很容易被打擾 跟那個手機一樣 請做定位我再開始 OK 好 跳躍性思考 那你畫第一個就是把原件你看到東西先畫下來 那第二個是根據你所畫的物件再給它再跳一步 你可以從裡面找一些蛛絲馬跡 把那東西畫出來 所以大家先看一下 大家都看得到 坐後面如果看不清楚請往前坐 這邊有幾個鳳梨 小朋友畫了幾個鳳梨 大家看一下 已經知道就不用講 不知道的可以猜猜看 這裡面有幾個鳳梨 他畫了幾 跳躍了幾次 有沒有人隨便猜 猜一個數字 來跳了幾次 那小朋友說跳躍性思考 他跳了幾次 四次喔 小朋友反應比較快 四次 哪四次 第一次那個鳳梨 大家多少都看過 第一個鳳梨 他是學齡前他畫的不會很像 但是已經很像了 對我來講已經很厲害了 第一個鳳梨 第二個鳳梨在哪裡 旁邊那個哪一個 哪一個 這個像太陽 很好 這個也是一個 這是一個 然後呢 這個 右邊這個也是 這樣一二四個 長長的也是 為什麼那個是 你有上過課嗎 沒有 那個為什麼是 我們今天有特殊學生 來 切半怎麼變長方形 長條形 切一半怎麼切一半 鳳梨怎麼切一半會有嘻嘻 對切 為什麼會長條形 不是現在還沒有正確答案 放平面 放平 接近啦但是不是正確答案 來我直接講好了 一開始它鳳梨是這個 講快點然後解釋 這鳳梨嘛 它就聯想 它聯想太陽沒有錯 但最後它比較主要的聯想 是聯想到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怎麼看 這個東西怎麼看 為什麼它是鳳梨 怎麼看 怎麼看 怎麼會這樣子叫鳳梨 我叫沒有杯水 誰有杯水 對對對很好 沒關係 我要做一個 DEMO 你這邊還沒喝嗎 這邊借一下 我這邊剛好有杯水 謝謝 它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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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是 假設這是鳳梨嘛 你這樣子看就是了嘛 這樣看就是了嘛 從上面看 然後葉子就變成一片一片 可是它不光是想成這樣子看 它把它解釋成什麼東西 時鐘 很好 那為什麼知道它是時鐘 上面有號碼 它有寫了幾個號碼 到多少 27為什麼有寫27 時鐘為什麼是27 因為它學零錢嘛 對它不曉得24小時 它是27個小時 所以極限知道 然後這個是時鐘一直在跑 所以它線條還有深油錢 有在動 所以 那個 然後後來怎麼變成黑 我只問沒有來上過課的 有人沒上過課 就已經知道這麼多了 算蠻厲害的 我跟你講 這樣啦 滾的 你如果把這鳳梨這樣束過來 再滾一下的話 就變成這樣 有沒有 它就把整片從這邊削一片這樣上來 然後一片片葉子就在那邊 重點是在這裡 它畫到一半的時候跟我要尺 秋 它跟我要尺 我就想說 畫鳳梨拿尺做什麼 鳳梨裡面沒有直線 不需要用到尺來畫線 但是我這個老師就是很 我比較高拐 所以我假設如果學生高拐我也接受 所以他拿尺我就說OK給你 結果他 這個小朋友從頭到尾不到20分鐘完成 他完成之後 他拿尺的時候我也不知道他畫什麼 等到他拿過來的時候我就嚇一跳 我說哇天才 怎麼這樣 本來三度空間的鳳梨 畫成加一度變時間 時鐘 再拉成一度 線性 我看了 我這個圖其實跟很多人分享 有些老師 徐老師你解釋太多了 你把大人的想法套在小孩子身上 我說沒有 為什麼沒有 我要證明給你們看 不能隨便講講說 這我的想法對不對 你看他畫什麼 這上面是什麼 車子啊 那車子不光畫車子 車子下面還畫什麼 不是馬路啊 那個軌跡啊 它輪著在滾動的過程當中 這個就是一個暗示 它就告訴你怎麼解讀它畫的東西 它裡面有很多的hint 暗示在裡面 那個就是一個滾動 滾動就是這個 也是輪子在滾動 滾了之後 會有track出來 那個軌跡出來 那就變成左邊那個東西 所以三度 四度 再拉回一度 這個小朋友等於在各個現象裡面 跳來跳去 後來也證明我的解釋沒有錯 為什麼 他後來變自幼班的學生 就一直上去 他的想法就是跟一般的人 小朋友不一樣 那他對他一講 就很容易的事情 他就是在各個像度裡面 跳來跳去 可是我跟你說 同樣這幅畫 那時候我是很給他讚美 然後我也跟他爸媽講說 這小朋友很特別 你一定要早上出去 為什麼要上出去 小朋友在台灣的教育裡面 這一幅畫拿出去會怎麼樣 美術老師會怎麼處理 對 畫什麼東西 那是比較客氣 如果稍微打個六十分丟到一邊 很好很好 就把你處理掉了 你就不見了 他就變成這樣 可是他真的是一個天才 但是沒有人發現他 我們的教育制度就是發生這個問題 在我們的教育制度思想體系裡面 誰是掌控著 老師 老師決定你的分數 他來篩選 如果這個老師很聰明的話怎麼樣 我沒有說像我 如果比較聰明的話 小孩子會發揮出來 如果老師比較黑了 就只有我這個標準是標準 照一頭錢都不是 都不是好學生 是不是 我們教育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教育只考兩個 會不會背東西 會不會背東西 第二個 會不會很快的把背進去的東西 吐出來 這就是我們聯考制度不是嗎 聯考要你想嗎 不用想 包括數學都不用想 你只要把以前背的東西 找一下 攝取一下 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很多女生數學真的不好 她跟我講她還是考滿婚 她背得多啊 她很會背 真的叫她去念數學系 動不掉 我碰到太多 我以前念電腦系 是數學系裡面的電腦系 她搬到很多女生 到後來的動表 我說你不是考滿分進來 她就背啊 就是今天早上還有一個學生跟我講說 老師那個考那個視覺的 有沒有考古題 我說如果考視覺系 還用考古題 這個學校就完蛋了 好啦 我剛剛今天要被講的是 就是我們這個教育制度 如果變成這樣的話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所謂的高財生 是不是真的高財生 它不是喔 不能 不全然是喔 它變成就是 符合特定的criteria 怎麼講 特定的 criteria怎麼講 特定的項目的東西 出來的人 才是她所謂的高財生 那如果只要彈性思考 像她就沒有進很好的學校 她雖然是數學系 是高財生 是後來參加數學進士 才出國比賽 才跳出來 要不然本來也是 好像中段班的學校 可是她數學真的很強 可是在這樣的系統裡面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系統 我們以前台灣是在 一步步的走 早期加工出口區的時候 我們的工作 offer在市場上的工作 只有幾種而已 只有你特定的人 會聽話 遵照他的規範進行 他不需要太多創意 早期加工出口區 台灣經濟慢慢起飛 到最近 大部分是服務業 大部分是創業產業的時候 中間我們還有一個過程期 中間那時候 我們設計的東西沒有人要 所以怎麼樣 我們請外國人設計 我們就代工 什麼ODM OEM 大家都知道 慢慢代工 到後來請人家設計 品牌也是 ASER也是幾十年前 才決定要走品牌 這個圖我待會畫一個 簡單的三角形 你們就了解 先大家有一個concept 有一個簡單的概念 你們可以在你們的筆記 因為是高級班 我會講得多 你們畫一個倒三角形 就好了 倒三角形 分成三段 第一個 STM 寫這三個字就好了 我待會逐一解釋什麼是STM S就是Scientific Research R&D 你也可以寫這樣R&D Science 之後再用 Science就是科學 十六十七十月 Enlightenment 啟蒙之後 大家開始進入科學 之前是黑暗時期 教會很強烈的控制 一般人的思想 這在講歐洲 第二個是寫technology 技術 TCH technology 第三個你就寫上marketing 簡單的意思我講 待會會重複的講 一開始人類啟蒙 開始做科學研究方法分析 DKR 開始發現 這是一個Scientific Research的方法 之後會產生很多 會發現很多 一開始研究大自然 去Explore 探索 之後用人類的方法 產生很多什麼 技術會產生 比如說我這樣子發明望遠鏡 發明蒸汽機 這些東西出來以後 應用到產業界 就製造很多technology 工廠製造很多技術 產生很多product出來 產品 產品的話就進入市場 market 到市場去賣 把你產出的產品賣 賣完又怎麼樣 賺很多錢 對不對 錢再回饋給Science 做R&D 對不對 像大部分的西方國家 大部分的公司 都會提拨幾個percent 2% 5% 10% 不等 看這公司的nature是什麼 提供給他資源 叫他做一些研究工作 去提升他的產品 然後之後做出新的產品以後 產生新的藍海 然後再去賣 然後再賺更多的錢再回來 以前我們台灣的公司都在 第二段這裡面的一小塊部分 所以他錢不著尊後不著地 對不對 錢沒有 技術是人家的對不對 市場也是別人在控制 台灣人做什麼 代工 代工裡面還不是水準很高的代工 我們那時候去日本學技術 我們那時候到歐洲學技術 買個德州機器要跑到德國去學 這些都不是我們知道的 我們只會做 做完了以後開始說 這樣不行 我們再開始慢慢去增加我們的knowledge 但是不管什麼knowledge 也都基本上是維持在 這個technology裡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然後慢慢expand 往上往下往上往下 之後開始有些公司就想 就想開始 Market才是真正賺大錢的地方 所以他還想花更多的錢去 去控制市場 他知道錢在哪裡 可是市場現在還是美國在控制的 主要的消費市場還是在美國 歐美這些國家日本 主要消費市場 說中國市場很大抱歉 主要的 你如果全世界市場來切餅的話 中國你說代大也大不過歐美加起來 人家他買的東西的那個價位是高很多的 然後我們漸漸的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之後 怎麼樣 我們需要的 我們的產業改變了對不對 我們開始走到服務業去了 往上走到服務業去 基礎的research 我們財力還不夠 基本上還是跟人家買技術 走到服務業之後需要不同的人 所以我們現在學生進到市場 學校目的是什麼 訓練小孩子進入職場 那叫職業與學校 學校有兩種 先在這邊講 學校有叫vocational school 跟什麼 就是 就是純學做academic 就是arts and science 再跟你講一些不同的觀念 大學裡面 有所謂的core 大學 然後外面是什麼 這個你們隨便畫個圖 主軸就是arts and science 比如說什麼物理、數學、那些基礎的 物理、數學、音樂、哲學 就形而上的討論 然後物理加上化學加上什麼 變成什麼 醫學對不對 所以醫學在大學裡面 是屬於外圍的 它不是主軸的 工程、建築就是 物理加上什麼加上什麼 加起來變成另外一個 所以外圍的都是什麼 叫engineering school medical school 或什麼都屬於外圍的 外圍的外面是什麼 它為了要服務社會 外面的社會 因為你的知識只是物理的話 外面不能用 所以你中間加上就是 應用科學 才進入社會 你把你的東西變成 有人說應用數學 應用物理 應用什麼 就在應用 應用就是apply to the society 才變成它有用 但是說的事情 不是有用才是算數 我們還要分清楚 不是什麼東西都要有用 有被人用嗎 甚至大學的主軸是 有什麼好用的 音樂有什麼用 有陶冶性情 純數學呢 有什麼陶冶性情 沒有啊 但是這個是所謂大學的主軸課 core course 他們以前哈佛的校長講說 我們哈佛的 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追求真理 台灣有哪所大學敢這樣講 因為台灣的大部分大學 都是vocational school 叫職業學校 台大就沒有藝術系 什麼藝術研究所 什麼弄opera 戲劇的 那也不是啊 純藝術的討論 它沒有啊 沒辦法啊 所以要進一百大 還有很拼 你需要很多不同的學院要出來 不能只有engineering school 所以我現在講的只是這個 叫做應用科學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學校 因為是按照外面市場的需要 決定學校的課程 當你學校的課程不敷使用 不能解決學生出去要面對的問題的時候 你這個學校就有問題了 學校要改 學校要從什麼改 從老師要改 老師腦袋如果還是訓練過去 加工出口的那一堆老師 現在就應該淘汰了 可是這些老師現在還在學校裡教 還在教我們國中國校 所以我們國中的老師如果 過去那頂老師我們建議 為了下一代著想 時間到了就給他退休 為什麼 我們新一代新的小孩子 新的issue要去討論 美國Brown University 有做了一件事情 他幾年前 我在十五二十年前 在美國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 柏朗大學那時候他說 學校為什麼要有科系 不要有科系啊 定義科系幹嘛 你定了科系 就要定義修的課程對不對 然後學校提供課程 他說不用 我們學校只提供一連串 各種各樣的課程 裡面學生自己去組 組起來叫什麼系都可以 為什麼 我們學校已經來不及去應付 外面社會的變化了 現在有媒體傳達的設計學系 以前有沒有 我十年前剛回來的時候沒有啊 剛出來的啊 剛出來的啊 誰知道那是什麼系 裡面教你做動畫 做互動軟體 過去那有 過去那裡玩電動玩具是 壞小孩子耶 那不是 上一個年紀 今天的小孩子可能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以前早去玩電動的是 派麗娜耶 學校沒有念書跑去玩電動 一次 五塊十塊 一直丟 曾幾何時 玩電動玩具是一個顯學 從PS2啦 什麼日本的Sony的系統 美國的系統 任天堂的系統 現在變成一個大產業耶 這大產業進到後來還變成動畫 動畫又變成3D 3D又變成電影 這個越大越大 一大塊的產業耶 所以這時候就突然需要不同人才 過去的人才不要啦 因為製造業也外移啦 台灣現在什麼 要服務業要創意產業 要什麼樣的小孩子 我們過去教育已經不服使用了耶 我們需要一個大變革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以前那些老師沒辦法看得懂這個啊 現在老師可以喔 不是啊 我說up to date的老師是可以喔 我沒有人說只有我看得懂 但是如果up to date的老師 是可以接受這樣的小孩子出來 我們需要是這樣的小孩子 需要是一個更走在前面的人 因為我們的小孩子是什麼 是未來十年二十年以後的市場 還不是現在的市場 沒有人知道 我們現在很多的職業 職業的Description 描述是 過去十年不太想過的 台灣一直在變耶 我們一直在往上耶 這只是產業 我只是講產業這個地方喔 我只是一個畫畫老師喔 就已經看到這麼多了喔 你轉過來再看別的產業看看 變化更快 每天都要打仗 我們現在的教育之下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先不講這個 我們光講法理就是一直在變 以前沒有review出來的事情 現在隨著世界情勢在改變 台灣情勢也改變 我待會再講這個部分 OK 我要講這個喔 因為裡面還有至少三十幾個人 沒有聽過我之前講 好啦 老師是問題的時候 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解釋 老師為什麼是問題 其實我今天不是要講老師是問題 我今天目的是要給大家一個新 New way of thinking 新的觀念 新的想法 我們要有新的觀念 不光是在產業界喔 不光是我們在吸收新媒體 不是iPad iPhone 不是這樣喔 是後面的概念要全新 那我透過藝術的方式 來讓你們有一個全新看事情的方法 不再拘泥在過去的那個方式裡面 那問題是人家這種所謂的三度空間的看法 是在一百多年前人家已經發生了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 在這方面的觀念 我還停留在一百多年前 待會再講 幾年前我在 美國東岸一個學校唸書的時候 我在費城 冰大 在唸藝術研究所 我們是建築系裡面的藝術研究所 我們每一次學期結束的時候 學生就要把作品拿出來 擺在前面給一評家評審 就像我現在坐在這裡面 大家坐在下面 很多老師 藝術家 那我作品擺出來以後 我要defense我的作品 就告訴我 我這一集做了什麼 然後這個東西 作品為什麼這個畫到這邊 為什麼 為什麼我在這邊做這個 我在呈現的時候 然後那個老師有從英國來的 有法國來的 有些名人 所以他們其實都很厲害 都是Top的人 等我講完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日本教授 叫Hitoshi Nakazato 他是以前拿洛格菲勒講學清 到美國來念的 早期 然後他就站起來說 你沒有去過歐洲 我那時候當下 我反應不過來 我說這個跟我去歐洲什麼關係 我不是在講我的作品嗎 他好像一句話 就把我推翻掉一樣 就說你沒有去過歐洲 沒有去過歐洲 這沒什麼了不起的 班上大概只有我沒有去過 因為那個算是不錯的學校 所以大部分學生大概 寒暑假都會到處去跑 我是從別的Engineer學校轉過來 所以不太了解他們的生態 可是這個也蠻傷到我的 所以回家趕快打電話 跟媽媽講說 今天在學校裡面 教授跟我講說 你沒有去過歐洲 媽媽聽說 不然你暑假快回來 我送你去歐洲 所以那個暑假我就去歐洲 去歐洲的時候去做什麼 去旅行 所以我要選團 我想說既然要去歐洲 我要選團 剛好有一團 裡面都是國小退休老師 我想這不錯 高級知識分子 跟他們去旅行 應該 而且也是看藝術方面的 所以應該是不錯 所以我跟著這個團 就去歐洲幾國旅行十天 第一站 來下一張slide給我一下 第一站到這裡 有去過這裡的地方 請舉手 有去過這個地方 有沒有人 有一個 你上個禮拜就講過了 我記得你 沒有其他人喔 我這樣我要建議你們 有機會 你現在Google也可以上 你知道Google有個什麼 Google Art 還是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你可以 幾乎身臨其境的到歐洲 美國的各大美術館 高解度的喔 你不用真的花那麼多錢 你們上網Google一下 他可以到美術館的每一幅畫 前面去放大去看 看到世界名畫 好不好 你們如果不想花那麼多錢 出國旅行的話 民政府高級官員 我幹嘛建議以後 大家組團都要去歐洲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怎麼跑這個 OK 待會再進到這一張好了 聖彼得大教堂 在梵蒂岡 我們第一站在這邊 來 下一張 大家都沒有去過 我只好每一張slide都講 這個的前一張 是不是 有一個很多人的 還有一張嗎 在他的前一張嗎 還是下一張 有一個在廣場上 很多人的 在廣場上 對 這張 OK 後面是聖彼得大教堂 你們第一次看 你們有沒有看過 達恩西捷馬 看過舉手 也沒有看過 也這麼少 哇 這一期我要花點力氣了 好 沒關係 那個電影的背景在這邊發生 然後這人的高度都這麼高 可是走到快靠近的時候 已經變成像我手指頭這麼小一個 然後我叫你們做一個比較 上面有雕塑對不對 我手指有這麼小 我放在同樣的位置 往上一擺 怎麼樣 可以放三個人高 三個人五公尺六公尺 蹲蹲蹲放下去 一個雕塑 石頭雕 它不是木雕的 是石頭 立體的石頭 要有人這樣把它雕 雕放在上面 12個使徒放在上面 然後這整棟建築 16世紀到17世紀 蓋了120年 才蓋好的 過去沒有鋼骨結構 想清楚 沒有鋼骨結構 也沒有鋼骨頭 就石頭 那個時代可能會有一些鋼骨頭 可是鋼骨頭 鋼骨頭來鋪這個 沒有材料鋪 沒有材料鋪 不會動的 開會 開會之後選出教宗 天主教有三個權威 聖經是一個權威 教宗講的話 他也是一個權威 絕對的權威 我講Ultimate 就是最終權威 還有一個是紅衣 主教大公教會開會的 我都是點到為止 你們不需要知道的人就寫 不知道的人就算 這個問 你看 一扇門也有四五層樓高 來進去 我們看看裡面 這裡面 這是一個 他們叫做天幕之類的 在那下面 那個教宗會坐在裡面 紅衣主教開會的時候 Sand around那個 它是在 從上面 我們俯看圖的話 它是好像一個十字架的 那個 Layout 這個 然後它是在正中間的地方 往左往右往前往後都有 Extension 然後這邊一個一個的神龕 神龕上面裡面就有一個一個雕塑 就剛才幾公尺高的雕塑就在裡面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都有 上面是鍍金柏 裡面沒有多少燈 它全部是自然燈光 以前沒有拉什麼電線 都沒有 裡面也沒有冷氣 到義大利都是流汗 但是到這裡面 因為大理石的關係 裡面很涼快 風氣脆都很舒服 來 下一張 每個雕塑都很漂亮 你看這個人高 他畢業家 他就知道 那個比例那個感覺 然後光線這樣側照下來 地板 大理石摩斯是地板 古代工程技術 120年做出來 真是漂亮 也沒有什麼在修理 來 下一張 來 放大 再小一點 OK 太微觀子 我們剛才看那個好像很高 可是你現在 在比較遠的照片裡面 你又知道它的高度了 這個頂棚就是你剛才從很遠的地方 外面看出來的那個頂棚 人在這裡 就這麼小一個 你看光是旁邊的那個柱子 拉那個直線 直線 我們到現在連一個人行道鋪都鋪不了直線 台北市的人行道到現在還沒有看不到直線 我都一定是這樣子 要不然地板就是這樣子 它這個是平的 代理石 平的 人家那 十六世紀 幾百年前人做這樣 我們現在呢 自稱還什麼路平專案 笑死人 真的是笑死人 來 下一張 來 再看看 每一個端子進去 你會看到裡面的裝潢 藝術 還有漂亮的地方 還有小天使飛來飛去 每一個的表情都不一樣 用代理石的刁 OK 很多符號 很多意義在裡面 來 下一張 來 再前一張 抱歉 再跳回前一張 停在這裡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應該是很震撼 心裡面就覺得 哇 怎麼給我看到這個東西 這是人做的嗎 這是幾百年前的人做的嗎 這是四五百年前的人類做的嗎 台灣人的眼睛 看到這個應該是會 插一張 我插一張 其他老師就不是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我在看他 我在覺得敬畏的時候 那種感覺 是敬畏的感覺 又有宗教的氣氛 又有藝術的美 又勝又美 人在你面對這兩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覺得謙卑 欠比下去 就會覺得自己沒什麼 我是誰 你應該有那種感覺 結果在那時候後面來一句話 他說 這沒什麼 跟台灣廟一樣 跟大小而已 你們第一次聽到都會笑 其他人都聽過我講了好幾次 但是第一次聽的人真的 不光是笑 是嚇一跳 我不是笑 是笑 吹吹吹吹 吹吹吹 欸 你說得什麼話 是嗎 這句話 他好像糟蹋 糟蹋人 這麼漂亮的東西 你居然講得出這種話 而且你又是國小老師 你又受過高等教育 那裡面至少師專畢業 更好的是師大畢業的 教育心理系 裡面都很高級知識分子 你這種話說話 你到底看見什麼 可以讓你這樣的輕蔑 前面這些偉大的藝術作品 無知的人在面對偉大的事情 他不知道自己是誰 那我後來這樣講 我當然當下我是很不高興 但是我不能做什麼 我想說這下戲 接下來的旅行要怎麼過下去 還要跟這些人繼續下去嗎 好啦 沒有錯 下一站 歐塞美術館 法國澳塞美術館 我們進了美術館之後 我看到畫 我說我這原作 我就一幅一幅慢慢看 結果這時候團員都不見了 我們每天不知道 你怎麼走下去 那沒有關係 我就繼續看我的畫 兩個小時以後 我走到樓下 出口處有咖啡 他們的老師都坐在那裡 欸 徐老師 你怎麼這麼久再下去 我說當然啊 上面都看都看不完 我本來講還說 可以跟導遊講說 再待多久 再久一點 他說那工具要做什麼 在這裡啦 我們在這裡喝咖啡 我說你怎麼不上去看畫 你設定都有啊 你在買啊 買裡面還有跟你解釋 說明得很清楚 我說 本尊不看 居然看這個複製品 你走一段 花那麼多錢來這裡 你不看真品 再看這個 你這個老師是什麼問題啊 真的是有問題 我跟你講就像什麼問題 我舉個例子是什麼問題發生的 就好像 你拿你女朋友 或是你太太照片 就一直很愛那張照片裡面的她 本尊來的時候 你沒辦法跟她互動 不要笑喔 我跟你講 現在年輕人都是出這個問題 你們是愛上網路上那個美女 真的美女出現在你面前 你不知道怎麼面對她跟她互動 這個美女是要洗澡的 會上廁所會臭 這個美女是每天要吃飯喔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You fall in love 你愛上一個虛幻的東西 她不是一個真實的人 我們已經在虛擬世界裡面太久了 我講這個部分 是之前上過課的時候 我都沒有講這麼多 因為那時候 你們初級一半 現在我要講的是更深的 就是 我們已經被訓練變成純視覺的東西 我們這一代年輕人不太會看書 因為我們都視覺系了 變成視覺系 不是只有我視覺系 是大部分人都被訓練到 是看Image的東西 我們沒有時間下來慢慢想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於真實的世界 我們也掌握不了 OK 真的人你沒辦法過生活 你能在Facebook 或在Line上面跟她對話 真正面對面的時候 你沒辦法講話 你不曉得怎麼看 眼睛放哪裡都不知道 你眼睛只會放Facebook上面那個照片 你只會放在這邊 這道菜 我今天又吃了什麼 你對她認識是這個 你沒辦法真實的去享受一個真實的人 就好像這些老師不能享受一個 他只能享受textbook 書本上那一張名畫 他不能面對真正的名畫 當本尊或者真實體出現在面前的時候 你不曉得怎麼處理 這些老師全部遇到問題 這就是突出的結果 我們的教育就是這樣的結果 我們的教育裡面沒有Field Trip 最近開始有什麼 台灣的小學也開始有做什麼 叫做學習什麼 以前叫旅行 現在叫什麼 校外教學 校外教學教什麼 結果是這樣子 我也是很失望 先不講這個 我們再跳回來 好啦 現在這些老師 因為我也是老師 旷角機關老師的反應的話 我就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這些老師出了什麼問題 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好啦繼續往前走 我們到了法國 當天我們換了一個新的導遊 是法國一個美女 美女導遊 她就比較講究 她說今天晚上我們帶你去聽歌劇 然後你們要穿正裝 之前我特別安排一個法式的晚餐 正式的晚餐 請你們著正裝一起來出席 大家聽啊 我是聽得很高興 我說可以吃到正式的 而且晚上有歌劇 她說這樣安排你們整個行程就很棒 你們可以完全Fully enjoy這個旅行 結果沒想到我們在旅館接到 遊覽車上面的時候 後面有幾個老師開始放生了 她說這幾天都吃西餐 吃得倒不住 我要吃中餐 就一個開始講 春了就開始復合 對…我們要吃中餐 結果整個車子除了我以外 大家就要吃中餐 我想說吃西餐 法國導遊也會中文 她說好啦 沒辦法被她逼到說 好啦 司機臨時就開到 去找一家中餐廳 就在裡面吃中餐 就很奇怪 因為中餐廳的老闆也嚇一跳 突然來大家都一穿 虛裝打領帶進來 我說好好吃 吃了全身都是 鍵棒味 油糙味 吃完以後 大家就上遊覽車 進到那個歌劇院去聽歌 那個對我來講真的很跳通 一開始是這樣的文化 這樣的氛圍裡面的時候 跳到法國的那種歌劇院 很漂亮 然後大家都拿相機一直拍拍拍拍 歌劇開始唱 大家就開始睡了 嘟咕了 看也看不懂 聽也聽不懂 覺得眼睛不讓你擺 就乾脆閉起來睡覺 然後剛剛也吃飽了 一場票的票價差不多120塊美金 有貴嗎 很貴的 你怎麼把我的樓盤拿來睡 睡覺也不用這麼貴吧 就算裡面有吹冷氣 也不需要花120塊美金 整個晚上就這樣糟蹋掉 有人還放屁 有人打憨 法國人就是這樣子跟你指 我就覺得很賤小賊 賣給他們一頂 我說真不希望跟他們是同一隊的 最後反而是 在什麼時候他們最享受歐洲之旅 中間大概就是Shopping 主要就是Shopping 就是採購團 最後的時候他們 紅魔坊最高興 跳上空舞秀 年輕的十九歲的少女 他們上空在歐洲是OK的 不要大驚小怪 他們什麼露點 真的我們的文字真的很低級 什麼露點 沒有什麼 對啊 他們上空最興奮 都不會睡覺 那些老師都這樣 眼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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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 我回來的時候就想 他們的品味或者他們發生什麼問題 我就想出兩個答案 我不拖時間 我想出兩個答案 第一個 他們在capacity 能耐上面發生問題 they simply don't have the capacity to enjoy他們所看到的東西 他們沒辦法享受他們所看到的東西 capacity 這個是什麼東西 在物理學他們講說電容 capacity也可以講能耐 不要再說你百度多大 就是桌上有很多的食物 你吃下去嗎 百度只有這樣而已 吃不下去 那怎麼吃下去 唯一方法就是增加你的能耐 對不對 能夠吃的容量 increase你的capacity 那我講說capacity有幾種 我先講一個很簡單 大家可以知道 比如說語言是一種能耐 是一種capacity 你如果語言多的人 比如說我會很多種語言 如果我會日語 英文 台語 中文 北京的字 還是法語 日語 這些我知道這麼多語言的人 我的世界就比只知道中文的世界大很多 對不對 沒錯 因為我到哪個地方 我就可以用我的能力去吸收 那個地方相關的知識 法語有很多字是在中文裡面沒有的 中文有很多字是日文沒有的 日文有很多字是其他語言沒有的 因為你這樣子你的世界比 只會一種語言而大 今天我們在講台灣法理的時候 也出現一個問題 我看到的 就是當我們讀到法理這個語言的時候 在中文世界沒有的 你們被中文這個概念 限制了你們對民主對法治的觀點 因為它本來就不是一個 公告概念 不是很scientific的 不要這樣批評好了 我們不講語言 但是它中文的世界裡面 很少有正確的民主跟法治的觀念 它的文章 在下面的人 所以你當然你如果只能吸收中文的話 你的思考就有發生問題 我記得幾年前我去 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也是唸了大學出國 當然賓出國念書 所以我的英文不會很好 不會很好的時候 我就去上一個composition 為了要寫論文 一個technical writing 我就要去上他們的課 所以我為了不像台灣的其他留學生 我就去上他們大學的composition 就是作文課 去上的時候 外國老師就直接跟我講一件事 你們在中文思考裡面 你為了描述一件事情 是繞圈圈的 繞圈圈 然後最後才達到重點 我們西方的論述是 一開始先把重點講出來 最後來support它的theme 就是主題 所以你讀他們的文章是很清楚的 是脈絡清楚的 是邏輯清楚的 是環環相扣的 而且不是屬於在論述裡面的句子 不會在裡面出現 不會抬著那裡抬著那裡抬白抬 抬著那裡都不知道你重點在哪裡 在中文世界寫文章的人 會有這個問題 這再跳回去 所以語言只是一個capacity一種 可是我跟你講 我不光是要講語言 我講各種東西都是 聽覺也是一種語言 視覺也是一種語言 嗅覺也是一種 法國人嗅覺是很會用嗅覺的語言 所以香味在他們的國家裡面是很重要的 還有肢體語言也是一種語言 我講顏色就好了 我在外國 在美國就好了 美國小朋友講紅塵黃綠藍電子 不會直接講藍 他會講Navy Blue 還是什麼Blue 還是Ultimerine Blue 還是什麼Blue 在前面還有一個形容詞 台灣人你一開始說這是海洋藍 這是什麼天空藍 頂多講到天空藍 村內藍就講不出來了 因為我們的語會太少了 在顏色的世界的語會太少了 講到這個我要講 那團老師也不都是這樣子 其中一個老師他對顏色很敏感 我觀察到 比較年輕的一個老師 他應該還沒退休 他剛到法國的時候 他第一個發現他說 他說我穿的衣服 跟四周圍的法國的環境不符合 所以他就急著 大家都不知道 他突然就衝到店裡面 把他整屬的衣服都換掉 包括鞋子都換掉了 才走出來 他說這樣子比較舒服 他這個動作告訴我一件事情 他這個女老師是很敏感 對於顏色這個語言 他雖然其他方面 可能沒有這個語言 比如說看聖彼得大教堂 可能沒有那個語會 可是他在衣服穿著 流行語言上面非常敏感 所以他為了要適應那個環境 他調整他自己 做adjustment 做調整 其他人沒有 他就一種方法 吐到底 好啦 那個女老師 回到台灣的時候 又發生一個問題 法國帶來的衣服也不對 所以回到台灣 又換多回來 所以就是說 他是一個很注意是周圍環境 除了這個法國老師之外 我們再跳回來 再拉回顏色是一個語言 吃也是一種語言 你每種食物都能吃的人 就比只能吃中餐的人 他的世界大 好啦 我講到這邊 不光是在講這個 我在講一個很practical issue 非常實際的東西 什麼叫實際 投資報酬率 同樣花十幾萬去歐洲玩這一趟 誰收穫最多 不好意思 我講是我 為什麼 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覺得 哇 我一直在吸收 我看到這個 這跟照片 跟教科書上又對照 又什麼又什麼 然後我get inspired 我很多的靈感在腦子裡面 我全程每天回到旅館 就是不斷的寫 我今天收穫什麼 一直accumulate 我到現在還在用我那本書上寫的靈感 你看這麼豐富的東西 維持這麼多年 去一趟旅行可以有這麼多收穫 不是只在那邊 shopping 照相回來就這樣結束 可是對那團老師的時候 就是抱怨 這不好 菜不好吃 我們每一個人在世界上 活的時間都非常有限 有的人努力的去運動 想多活一天兩天 一個月 一個禮拜嗎 如果你這一禮拜拿來是怎麼用的 你賺回來的 又是去每天這樣抱怨 只能吃這個喝那個 這樣了然 不用努力 與其這樣還不如做什麼事情 讓你單位時間的投資報率最大 就是我一樣 花這條錢 走去黑酒 但是因為我的能耐夠的時候 我每一分每秒都在吸收 我等於賺回我的生命 大家都一樣的生命 七八十歲九十歲好不好 我們在做的動作 要增加我們的capacity 能耐 讓我們把生命賺回來 包括我們現在 大家在做就是 你們來一個新的論述裡面 你increase the capacity 能耐 在這個領域上面 你增加很多能耐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課 這個課不會 過去我們沒有這種教育 我希望台灣人都接受這種教育 每個人都是以 增加自己的能耐作為極致 自己的志氣跟志向 難道我在做 台灣交給你 你有能耐嗎 因為這個能耐 take care這個地方嗎 還是繼續去用館 過去我們是被當奴隸的教育 所以裡面不會教你太深的 英國皇家裡面的教育裡面 有一部分很重要是畫畫 可是我們的畫畫科拿來做什麼 準備聯考 去念數學去念什麼 有沒有搞錯 最重要的東西你拿來這樣用 它完全那個 是非善惡對錯好壞都分不清楚了 我們的教育是把你扭曲了 什麼是對什麼錯 為什麼它的大前提錯了 它整個政權是把你騙的 所以增下去就是把你壓下來 讓你傻傻好管 我現在給你們上的課 就是讓你們不再是這樣子 不再是這樣子 你完全有一個全新的看法 增加你的capacity 台灣人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回到大日本帝國的時候 我們是什麼身分地位 過去我們是加入日本帝國最後的一個區塊 但是在未來的路線裡面 我們會是個很重要的角色 有人說這個地位已經有了多好 但是我擔心什麼 你有沒有夠格來擔任這個大日本帝國的繼承者 我們台灣人有夠格嗎 你如果現在最近有去日本的請舉手 有去過日本的舉手 不用最近 有去過 很好 有一個數量 我跟你講你到東京就開始嚇死了 一個幾千萬的城市可以弄到這麼漂亮 河水這麼乾淨 每一個細節 街道的每一個細節 讓你無話可說 我甚至於走到 隨便講 到九州都可以 到鄉下地方 每個地方就有地區 垃圾桶旁邊不會有垃圾 垃圾桶一定分類回收 它的摩斯漢堡有綠色的摩斯漢堡 你知道綠色和摩斯漢堡 就是全部有機的 我們台灣是紅色的摩斯漢堡 要掛綠色的摩斯漢堡 他們的細節是 他們連農業都做得多精緻 你去看他們鄉下 不要光看城市 看城市是嚇到沒有做 可是看鄉下更是嚇人 它的執行力已經down to 每一個人的生活 日本人 我們也是 大日本帝國人 我們像嗎 以後如果我們要在這個位置 我們夠格據說服 跟他講說 以後日本要看我們 把你們又帶進來 可以這樣子嗎 我們有夠格嗎 我們在講這個 就是在增加大家capacity 這是其中一個capacity 另外一個 講到capacity就是 我希望大家在未來 增加自己的能耐 什麼語言都去增加 光聽音樂不要只聽一種 什麼語言都聽 什麼音樂都聽 重金屬搖滾也可以 所以流行歌也可以 古典音樂也可以聽 民族音樂也可以聽 到印度 我現在在YouTube iTube到處都 我不是聽他們做廣告 你可以到全世界 每個地方去聽他們音樂 去瞭解 喜歡音樂的人用這個 喜歡視覺到處去看 不要再看那些 沒有意義的視覺 那種假美女不用再看了 我是說看很多視覺 他們現在視覺的語言非常多 盡量去看 聽覺的語言 嗅覺的語言 觸覺的也是一種語言 所以我們在教小孩子 第一個要認知 這個小孩子是用什麼語言 在思考的 很多教育 我們的教育只有一種 你會不會數學 你會不會背東西 如果這小孩子是肢體語言的 小孩子怎麼辦 不准動 坐下吊吊的 不可以給我當 小孩子難受 這個過動耳 送到別的地方去處理 這是我們的教育 歐洲不會 他是特殊 他的語言就是用肢體語言來溝通的 你就要讓他跟肢體語言溝通的 有的小孩子是用什麼 聽覺的 他上課沒辦法看書 他就用聽 他就去考試 有的人只能看書不能聽 有的小孩子是要touch 他有很多大量的愛護 比如小孩子過來 就抓住你的時候 你不是要不要搞 不是這樣 他這個小孩就需要很多padding 我們要了解每個人 每個小孩子他不同的特性 根據他的特性給他語言 給他教育 這是尊重人的教育 不是把你當罐頭來做 不是一個system下來 全部其他都不是人 只有他是人 沒有這樣子 我們按照每個人的特色 把他發揮出來 我們過去都缺錢 要不然在座真的是 我這次interview的人 什麼人都有 但是我到後來不會看學歷了 學歷高的人 大家都不會清楚 反正國中畢業就好 小學 我這次interview 選了一個國小畢業的 我說他很好很棒 我說你不要沒有自信 你也偷偷很清楚 我跟你講話我就知道 反正念了poss的 你也偷偷還要死 你請了好幾次還請不過來 叫你做事叫不動 太多了 我讀了這次我就 人家面子了 這在講capacity 另外我也講解碼器 這些老師我敢說 我不是要責備他們 也不是要說他們什麼 他 當你遇到一個全新的語言 到這個地方來 算是一個全新的語言 他面對它的時候 他不曉得怎麼辦 怎麼辦 還是要怎麼解讀 什麼解讀 我跟你講 解讀東西 就有點像電腦語言 叫做解碼器 你錯誤解碼器 你看不同詞區的話 你沒辦法看影片 對不對 你要把它調整 這是哪一個區塊 你只要看得懂 就好像你到日本 人家都在講日文 你不懂的時候 怎麼聽得懂 你就隨便亂找 這邊有個漢字 那邊有什麼 這樣往往是走錯路 當然數字是共同語言 那個你知道 但是除了數字以外 其他你不知道 沒有用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解碼器 當我們遇到一個新的東西的時候 有正確解碼器 我們就可以解讀所看到的東西 這群老師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沒有正確的解碼器 因為他的過去教育背景 沒有這個區塊 奴隸教育為什麼要叫你藝術 藝術是 他們叫做什麼 帝王之學 為什麼講帝王之學 我跟你講藝術這個東西 只能存在一個地方 他們講說 the final jewel of the crown 就是在皇冠最後能夠放的那一刻 寶石叫做藝術 不是所有的文化感 可以拿出來說 我們這個國家講藝術 當有這個crown的話 我跟他講 連法國他都拒絕戰爭 他說德國你佔領我可以 但是你不要跟我 溜炸彈 你要保留我們的藝術品 你的德國會走 德國會滅亡 但是我的藝術品不會滅亡 他知道活下去 人的真正價值在什麼地方 我們今天不講法國 不要講那麼深 來我跳來講解碼器 要有正確解碼器 例如要提供不同的解碼器 比如說你們在看這些東西說 怎麼解碼 我跟你講 你們買一輛車子都會去看Menu 對不對 看手冊 會去評估 從0到100加速多少 這個gas mileage多少 一公升可以跑多少公尺 然後這個維修成本 你都會做這研究 為什麼你看藝術 突然湧湧照來你就看得懂了 為什麼 太清幹藝術了 Final Jewel Crown的其中一個意思就是 一個國家必須要有軍事 政治經濟 各種方面都交不 就是都到齊了之後 最後那個寶石才可以放上去 最後一個寶石一定是最亮 最漂亮的一顆心 其他東西就是 也不錯 但是比不上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一定要放最大 金金金最大了那個 就是藝術 你這個國家如果缺了其中的幾塊 那個藝術跑不出來 跑不出來 那中間有一塊 所以日本人其實 我直接講 日本人其實在走藝術這條路 有一些很艱辛的困難 他跳到歐洲內 他一直崇拜歐洲 因為歐洲有些藝術品 是他日本的文化裡面 產生不出來的 他一直要學習歐洲 可是有些東西 以後我再跟你講 原因出在哪裡 先偷偷講宗教了 歐洲之所以會產生這麼偉大的藝術 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宗教 什麼樣的宗教 產生什麼樣的藝術 一個去否定說 所有人生活在世界上的宗教 是不可能產生對 對於生命的appreciation跟愛 我不要講太深 一直要收回來 要不然越講越多 所以我們先來解碼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你如果不知道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是什麼 怎麼來欣賞這個 它是在教堂裡面的 藝術品 它做所有東西 不是just for the sake of decorating 不是只要裝飾 它是有意義的 天主教以前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們一般的信眾 缺乏教育 所以改革中的教會 就會著重兩件事情 就是給一般的百姓 多點教育 你記得馬街來台灣的時候 做兩件事情 一個除了可以蓋醫院 還有一個蓋學校 他們希望所有一般人的水準 都提高到自己可以讀聖經 天主教的話 比較多要靠圖像來看 然後那個priest 他們會來講故事跟他們解釋 是視覺上的溝通 他們比較是這樣的溝通方式 一般人 因為拉丁文的聖經 也沒有人看得懂 基督教的故事 沒有在你的腦袋裡的時候 當你看到這個藝術作品的話 你沒辦法解讀 就好像你跑到西藏去看那些佛像 你不曉得佛教 看這個像是怎樣 看不懂 講到這個 我就給大家幾個解碼器 解碼器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下一張圖 基督教是什麼 在座各位 應該大家都不太清楚基督教是什麼 然後我每次都用自己的角度去 有些人喜歡講一句話 他說 所有世界上的宗教都一樣 反正最後都是勸人心善 最後好像大家登山以後 最後到上面說 大家都是朋友 錯了 講這句話的人很 我跟你講極度囂張 我為什麼講這句話 你又不是上帝 你憑什麼 做了一個偉大的宣告說 所有的宗教走到最後 都到同一個地方去 這個人臭屁到不行 才會講這種話 要不然就是另外一極端 他完全都不懂 他對其中任何宗教都不了解 才會講這句話 講這段為人 就是自己有自創一個簡單的宗教 事情不是我們五人想的那麼簡單 絕對不是 你如果真的知道任何一個宗教 你就會發覺它是跟另外一個宗教 完全不一樣 像基督教是什麼 是一種啟示性的宗教 啟示是什麼 除非上帝告訴你 否則人無從了解上帝 這叫基督教的宗教 它是啟示性的 其他宗教是什麼 從人去找真理的宗教 不一樣 我們在歸納宗教的方式裡面 不太一樣 所以基督教裡面一定有先知 一定要有預言 然後要預言要成真 基督教講的上帝是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宗 的一個創造者 宇宙萬物是他創造的 我現在花兩分鐘 三分鐘幫你簡單的 為了要解讀接下來的藝術品 比如說你要唸 歐洲十六十七世紀的藝術品 不可能不知道基督教說要解讀的 那我給你解讀器 基督教的核心是什麼 我剛才講很多人認為 已經是勸人心善 跟你講就是不是 基督教最主要的核心 不在勸人心善 沒有啊 他反而叫你不用 你不要弄錯了 勸人心善如果是對的話 耶穌最後定十字架 旁邊有兩個強盜 對不對 耶穌對其中一個人說 今天晚上你就要在樂園裡面 跟我在一起 就到樂園裡面 那怎麼回事 他最大惡極啊 所以才會定十字架 耶穌無罪啊 兩個都是強盜啊 為什麼 所以這跟勸人心善沒有關 所以跟什麼有關 第一個不是勸人心善 第二個不是精神寄託 很多人說 宗教就是給我們一個精神寄託 又活得根本不曉得什麼意思 不是 偏偏又不是 基督教重點也不是在講這個 基督教也不是在勸你加入一個宗教 基督教的核心在講什麼 就你不死 救人不會死 人會死 所以要讓你不要死 很多人就問 什麼叫救人不死 我不是看基督教墳場 怎麼說救人不死 我都有看到 你們不是會死嗎 那你就要看死的定義是什麼 基督教對死的定義是什麼 有兩種 一個是什麼 你的靈魂離開你的肉體 它原文意思叫什麼 separation 分開啦 把東西切開分兩半 分開 叫死 有種靈魂離開肉體叫死 那靈魂回到肉體是什麼 就活了 另外一種定義的死是什麼 另外一個separation 人跟上帝分開 叫死 那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即使你今天是活著 但是你跟上帝沒有關係的時候 你在上帝的眼中看來你是死人 跟他沒有關係 那什麼叫救你不死 就是讓你再合到一起 本來你的靈魂就回到你的身體 然後你跟上帝本來分開 現在可以溝通 對不對 那就解決了 就是不死 那下一個問題你就要問 那為什麼要死 上帝造人是要讓你死的嗎 不是 那你就要找原因 什麼造成事情分開 什麼造成人身體分開 時間到了嗎 我跟你講中間有一個東西叫罪 基督教的觀念叫罪 sin sin跟我們一般的犯罪不一樣 一種叫crime crime是人對人犯罪 跟人家唱 跟人家倒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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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之間的犯罪 另外一個sin 在原文英文裡面叫sin Sin 它是對神 跟神 對神犯罪 那罪的定義 我再給一個 叫做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射箭 沒有射箭靶心 差一點點都不行 差0.01也不行 我不要講太深 只差0.01也不行 那叫罪 罪有好多定義 其中一個是什麼 你做過一次就是有做過 只有有跟沒有的差別 所以你說我小時候 說過一次謊話 後來都沒有說謊話 那還是有罪 因為你說過了 這件事情你做到了 有做過了就是有了 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罪的定義是 你不該做的你去做 有沒有 十戒 不該做的去做 叫罪對不對 還有一個 聖意上的定義是 你該做你沒做也是罪 兩個看法 正面負面都是罪 第三個是什麼 起心動念就是犯罪 怎麼辦 如果這個的話 所有的人都犯罪 聖意上是什麼 耶穌說什麼 你心裡面恨人就是殺人 你心裡面看到父女動了一臉 你就已經犯了奸淫 那是這個標準的話 哇 誰跑得掉 所有都是罪人 那所以基督教目的是什麼 就跟你講你是罪人 你們看在路上很多人講 我是罪人 我是罪人 那很奇怪 沒有 你知道它的定義 你就覺得它這句話 這個Statament沒有錯 那現在問題是 那是罪人 然後呢 所以罪人的結果是什麼 因為上帝還有一個本性叫公義 就是Justice Justice就是說 公義就是按照神有一個標準 你沒有達到的時候 祂按照給你一個回應 祂回應的方法就是叫你跟祂分開 就是separate 因為人犯罪 所以上帝跟人分開 你跟創造生命的上帝分開的時候 你就去面臨死亡 你就是分開 自然你身體肉體的靈魂就會分開 上帝造人本來不是讓你死 可是因為人犯罪 所以分開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有一個法官 然後有一個犯人抓到前面說 他偷了誰誰誰什麼東西 他殺了人怎麼樣 那法官是上帝 法官就來審判的時候就說 這個人犯了多少年 關五年 關十年 還是說判處死刑 這個法官是公義的 他就應該這樣判 可是今天送來他前面的是他兒子 這事情就變得很複雜 為什麼 這個法官跟這個犯人之間 有一個關係存在 有一個關係存在 這個關係造成他是他兒子 血淵上的關係 他必須要處理這個事情 他如果按照法官的角色 他應該很公正的整理 他就是死刑 可是他判不下去 為什麼 他很愛他 希望他不要死 在法院裡面一定是這樣的 被審判的人 你想保釋出來 需要一個無罪的人進去幫你保 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犯罪 沒有人替 不可能是另外一份人替他贖罪的 一定要是沒有罪的人 才能替他贖 全世界人都犯罪 只有誰沒有 上帝自己 上帝自己下來 抱歉 把手機關一下 因為我很容易被打擾 先關機一下 不好意思 就是 上帝就自己下來 替這個人付上代價 所以聖經上講的就是 他就道成肉身成為耶穌 來到世界上來 他來的目的就是要死 死了以後還要是什麼 還要復活 證明他是神 要不然他又是另外一個人 就沒有意義 他還要復活 所以接下去下一張圖片 請放出來 我講了這麼一長串 就是為了講這個 這個大家都知道是誰 瑪利亞 這是耶穌 什麼時候耶穌 我跟你講 這個米開朗 記得我叼的 他厲害在哪裡 你如果不知道故事 就不知道他厲害 這裡面必須要用大理石 同樣一塊大理石 雕出一個死的人 那時候他被十架被接下來 第二個瑪利亞 他媽媽 然後這裡面大理石要雕出 布的感覺 雕出活人的感覺 雕出死人的感覺 雕出表情 表情還不斷表錯情 在電影裡面演戲 表錯情 那個戲看不下去 對不對 明明應該有點悲傷 你給我傻笑 那這個戲怎麼看 那我再跟你講一個難度很高的地方 雕出這麼容易 雕下去就下去了 不能再黏著回去 這刀錯了 趕快黏回去 或者用叉子插一叉 一刀下去就下去了 不能犯錯了 要完美 嚇人就嚇在這邊 米開朗就偉大就偉大在這裡 他雕攻 雕到後來表情就是這麼悲傷 這個悲傷來自於我們的故事 耶穌是瑪利亞同女所生 來到世界上 然後後來 他的瑪利亞就從小把他帶到大 他從小就知道這個是未來的彌賽亞 沒有錯 可是把他養到大好歹也是他兒子 有這一層關係 然後他也相信他是他的神 他也行了很多神蹟證明他是神 比如說耶穌無稟二於為人吃飽 在海上面平靜怒海 趕鬼還要把人併醫好 都在證明他是神 他可以行神蹟 可是今天為什麼在這裡 為什麼會定在十字架上 最後為什麼貪在我的手上 他有兩個很複雜的心 又是他救主又是他兒子 所以他也有母親的那種怜悯的心情 也有對於神的那種 上帝怎麼會死在我的手中 上帝的兒子怎麼會死在我的手中 這個很複雜的情緒 都要在這個表情裡面 適當的表現出來 也不能哭得太傷心 因為說不對 瑪利亞是有信心的人 怎麼會哭成那樣 不會 所以他那個又有一點懷疑 又有一點不敢相信 現在做的事情居然是這樣子 要有這麼多複雜的情緒 我現在講到藝術就越講越深了 你這樣才知道說 這個藝術家有多厲害 怎麼樣呈現這個作品 怎麼樣呈現這個作品 我們再看 跳那個Caravaggio那一幅畫 那個戳到他的肋下那一幅畫 我再往前跳 有一張畫 有幾個人圍著耶穌的那一張 他在找圖片的時候 到的時候再跟我講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 就是你如果沒有這些 基督教的故事當作背景的時候 你如何解讀這樣的藝術作品 然後懂得它的好 懂得它的美 懂得它的各方面的條件 其實好的藝術品 它是面面俱到的 能夠稱得上藝術跟工匠是不一樣的 你們不要弄錯 往往就說 只要努力夠久就是工匠 不是啦 那完全不同層次的事情 不是做久就變藝術 現在動不動大家都想講藝術 這個是藝術品 那是差遠了 你根本不曉得什麼叫藝術品 夠格叫藝術品的不是這樣的東西 再下一張 這個再下一張 對 這是後來耶穌復活了 但是另外一個藝術家也很有名 當代那時候的藝術家是Caravaggio 這張圖你們看不懂 真的是看不懂 我不講你們真的看不懂 在畫什麼 一二三四個人 然後這個人是誰 那個人是誰 其實他在講聖經故事 那為什麼挖到他的 你看 他把肋骨下面手還探進去 很奇怪 這個是耶穌 然後手上也有釘橫的手 可是這個人在做什麼事情 哪有人這樣戳到人家的肋骨下面 其實是有個故事 耶穌在定十字架的時候 他們的刑罰把人掉到上面 讓你流血流到死 可是之前他要確認你有死了沒有 他就拿一根槍 不是那個槍 插在這裡 那血流出來 當你知道流出來的血是分成兩種 組織液跟血小板分開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人死掉了 有學過瑜學應該可以求證這個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做這個 羅馬兵丁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時候是什麼時候 是耶穌後來復活 三天之後復活 向他的門徒顯現 就出現的時候 門徒說你是人還是鬼 你不是死掉了嗎 怎麼現在又在我們面前出現 耶穌說我是人啊 我是復活的主啊 那你不相信的話 你拿東西給我吃 門徒就給他魚 給他餅 他就吃一吃 也喝了酒 喝完以後 他說這樣有一個叫Darting Thomas 就是多疑的多馬這個人 他有一個其中門徒說 不行 我一定要摸到才算 你現在離我還斷距離 你在吃東西沒有錯 可是我還要碰到你 所以耶穌說來啊來啊 來給你檢查 他就有定狠的說 不行 還要再探一探這個東西 真的有那個槍呢 就是說人在一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有些人有不同的反應 所以耶穌後來講說 你要這樣看到摸到才相信 他最後當然承認說 就跪下來說 你真的是就是那個創造者 你就是耶穌 你就是死裡復活的耶穌 他是很感動沒有錯 可是耶穌就挑戰一件事情說 你是看到摸到你才相信 那些沒有看到就相信我的人 不是更有福氣嗎 很多事情我們是憑著信心在過每天的生活 不是要等到事情發生摸到看到 民俗長不是常常講嗎 是不是你看到眼見為憑 魔術啊 怎麼辦 所以很多事情要憑著信心走出那幾步 所以人其實require很多信心 像你現在敢坐在椅子上 你怎麼知道椅子大概不會裂掉 然後你就摔下去 你怎麼敢喝你的杯水 裡面是不是有毒 其實在某種程度 我們在建構我們的信心 就是我們相信到某種程度才會走下去 才會做某些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這次進來的民俗長也是 你要某種程度到建構你的信心 到這個地步就可以往前走 OK 有的人就算這些看到都還不相信 以色列百姓就是一個例子 以色列出埃及記 我們不是在唱出埃及記嗎 以色列百姓幾十萬人被這樣帶出埃及的時候 每天都看神機 看到之後還是不相信上帝 沒有用 跟那個無關 我們這次講法理到處講也是無關 有人講了一聽 那天我坐計程車來這邊 計程車上面 我給他看ID跟他講名證 我說你怎麼這麼晚才告訴我 他很高興我說那個車費不要 我說不行 我要再給 零錢不要 就這樣 他說謝謝你跟我講 有的人這樣隨便一聽馬上就catch 他等待好久了 你一講他馬上就接受 那不聽的人不聽 那不聽跳過 我們應該也浪費時間 我們再繼續往前走 OK 再下一步 我這課程只剩下15分鐘 我要講快一點 來 接下去 這只是一個解碼 剛才是基督教解碼 我們現在跳 直接跳在賽上 我講到這個 剛才都還在寫實主義 我們台灣人的藝術教育 其實停留在這個階段 印象派 過了印象派我們就看不懂了 為什麼 下一張 印象派還是寫實嗎 你還知道這是草 反骨的畫 你給他也知道這裡齊悟 這裡是天空 Story Story Night 你也很喜歡他畫 現在看還是很好看 每次看都很好看 因為他很有感情 每個stroke都很漂亮 下一張 這個人是誰 皮靠 妳不能再講了 妳已經知道了 我知道 其他人有沒有知道 這誰 不知道 皮卡索 他剛才已經講了 皮卡索年輕的時候 帥不帥 帥 他其實不高 可是他那眼睛很銳利 難怪 真的是重要人物 歷史重要人物 下一張 這他的畫 放大 看有沒有 很多人到這邊就停了 畫沒有了 剛才不是美美的嗎 怎麼給我看這是什麼畫 我跟你講 這就回到我們剛才那個小朋友的畫 立體畫派 皮卡索立體畫派 意思就是說 我時間靜止 我的觀點改變的時候會怎麼樣 我時間靜止 觀點改變的時候 也就是說 這個杯子在這邊 你不能只有這樣看 同樣一個時間 你可以從這邊看 一樣 人一定是從我的正前方看嗎 像照片一樣 不一定 我同樣的時間 有這個角度 也有這個角度 皮卡索說 他這樣畫是跟誰學的 跟賽上學的 來 我們看賽上 下一張 這個皮卡索在過程當中 他不是一下子跳到那個 他有一些過程 比如他是很會畫寫實的人 眼睛都畫歪歪的 就有點奇怪 再下一張 這就是賽上 然後再回上一張 有山的這個 他在比較上年紀的時候 他搬到這個山的前面 Mountain Victoria 搬到這個山的前面 然後每天畫這桌山 下一張 一開始他這樣畫 算寫實 大家都看得懂 對不對 就剛才那桌山 大家都還看得懂 下一張 到這邊就奇怪了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情 幾乎看不懂他在畫什麼 顏色那麼多 這麼一大 這麼一大 是不是 很太高的 一大一大 賽上的話 如果真的丟到台北車站的話 是人家踩過去 幾億的作品 如果留在台北車站 放在地上 他真的 怎麼不怕 因為我們不懂什麼是好東西 你敢擺 真的放在地上 你真的會停下來 賽上的話怎麼會在這裡 趕快報回家 送你幾億的畫作 你還不懂得那是好東西 這當然可能的地方 我跟你講 大家都有寫生過的人請舉手 寫生 誰有寫生過 一定有的啦 上過美術課沒有寫生很奇怪 我們台灣人的教育真的有問題 謝謝放下 我為什麼叫你們舉手 就不要打瞌睡 寫生的時候發生一個問題 你們通常是寫生幾分鐘 五分鐘嗎 還是半天 還是五個小時 八個小時 兩個小時 寫生通常半天 小學帶出去一定是早上就去 大家很高興帶著吃了喝 等下吃完以後才開始畫 畫到中午 有的人更好的話 中午再吃一餐 然後下午再回家 如果畫一整天的人 你在同一個地方畫嗎 還是會跑一跑去 一定同一個地方 因為你老四只發一張圖畫紙 你只畫那個地方 問題是什麼 你寫生之後畫不畫影子 早上八點的影子 跟下午八點的影子差多少 兩個不同方向 你有沒有都畫 如果你沒有還在畫早上影子 你就有問題 你就不及格 上我的課你就不及格 那是什麼意思 你沒有在畫你看到的東西 你在畫早上八點 你的印象中那個場景 你在欺騙我 你不是一個誠實的畫家 畫家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誠實的畫你看到的東西 如果在寫實畫家裡面是這樣的 你要誠實的畫你看到的 他就遇到一個問題 他就是在調顏色的時候 調完了正確的 先看到然後調完以後放回去 怎麼光線改變了 現在是八點半 光線太陽越移的一個位置 顏色又變了 雲來了 什麼都會變化 你再去調整那個變化 再換一個顏色 怎麼又變了 所以這是什麼 所以這是什麼 剛剛是東西固定不動 角度動 現在是東西 是什麼 現在是什麼 什麼動 什麼動 不是光線 時間在動 他告訴你時間在動的時候 他有不同產生不同 他要在記錄同一個東西 剛才是觀點 先是有他 他本來是勾矣的一個畫家 每天這樣畫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皮卡索看到了 看到說 這厲害 這厲害 那厲害就到這裡嗎 皮卡索就再往前跳一步 就說 那我東西不動 時間靜止 角度換 皮卡索來回到皮卡索的東西 那就變成這個了 所以這個之後他就再往立體畫白走了 這樣了解了 所以皮卡索產生一些很偉大的事情 也就是說觀點在改變 觀點改變的時候 他改變很多人的觀點 那個在190幾年 1901年的時候 皮卡索畫這個了 1901年的時候 已經在畫這個了 我們那時候還搞不清楚 世界是怎麼回事 有多大都不知道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皮卡索開了一扇門 好像潘多拉的河一打開 以後就開始有不同的觀點都跑出來 藝術就好像 百花齊放 各種藝術品 說 來我們看一下那個大地藝術 跳一下那個避雷針那個 皮卡索開了一扇門 他開了什麼門 就是說 對於藝術的觀點 我們也可以是不同觀點 誰說只有這種畫得很像才是藝術 所以有的人講說 那大地是我的畫布 我就插避雷針 雷打下來就是畫筆代替我的手 就變這樣 就大地藝術 來下一張 有人說大地藝術 我把地球當作我的畫板 他就拿一個推圖 他就開一台推圖機 把山上的土全部弄到海裡面去 繞了一圈 酷啊 他開啟一扇門 什麼扇門 就是觀點可以很多種 同樣的 我問你 我們以前看歷史怎麼看的 哪個王打敗哪個王 建立哪個國家對不對 拜託那只有一個觀點好不好 同樣那個時代有多少人活在地球上 是不是 有多少事情在發生 怎麼會只是哪個王打敗哪個王 建立哪個王朝 怎麼會是這樣子 法國有法國觀點 中國的觀點 英國有英國的觀點 每個國家觀點都不同 不光是這樣子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也不一樣 化學家有化學家的觀點 就產生化學史 藝術家有藝術家觀點 有藝術史 是不是 經濟學家有經濟學家 有經濟史 軍事武器專家有軍事武器專家史 所以歷史的觀點是多樣化 從他開始之後 哇 百家其放 每一個觀點都跑出來了 是不是越來越豐富了 那貴給的教育是怎麼教你的 你的歷史課本就那一本 不能自己去討論 在國外的教育是說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網路上傳了一個故事 日本高中生的歷史考試題目是說 哪一年日本跟清朝打了一仗 然後什麼時候打了一仗 請你預測 下一次中國什麼時候會跟 日本什麼時候會跟中國打一仗 那個高中生什麼 這是好幾年前 他就說 之後中國會試圖又把台灣吃掉 然後台灣海峽變成內海之後 就影響我們這邊的 日本的石油管道 所以我們為了這個理由 會跟中國打一仗 這是日本的高中生 高中生考題 歷史考題 跟我們這種打圈圈選一二三四四 是不一樣的 只有標準答案 沒有它是靈活的 讓你去預測 你要知道很多knowledge才是下判斷 你還要解釋你為什麼這樣預測 這是一個靈活的歷史考題 我建議以後真的要考試的話 全部都是問答題 就是用自己寫的 你沒有料你就寫不出來 你真懂才寫得出來 是不是 我剩下五分鐘 再往下看 讓大家多看一些東西 怎麼會跳那麼快 我們再跳幾張好了 我看一些以前沒有看過 這個是抽象畫 它裡面不再敘述任何東西 就是純顏色 純brushwork 下一張 來 不要跳太可愛 再回到剛剛那張 他的下一張是什麼 就給這一張 這叫Jojo O'Keefe 一個女性藝術家畫的 也差不多那個時代 比他再晚一點 皮卡索之後開探了一段門 不是只有男生可以當畫家 女性藝術家也可以畫 畫的畫 女生因為比較注重 是個人的經歷 他們用借花引玉 很多人叫女生像花 西方國家討論更露骨 直接講說女生的生殖器官 也可以是產育下一代的 所以它是一個孕育的空間 這是Jojo O'Keefe 這個畫家 他住在New Mexico這個地方 他是一個很酷 你沒上網找他照片 歐吉夫 他以前本來是當model也當過 外面也有他的影片 下一張 Jackson Pollock 他根本到後來就不想用畫筆 只用傻的 傻的 他潑 潑 整個 我是因為這幅畫感動的 我那時候到MOMA看到這個 我就從電腦器官轉到藝術去 我那年28歲 我就想說我回去我要走藝術了 因為我都看得懂 怎麼辦 我就大哭 說我應該走這一行 為什麼過去講到這個 最後講一個故事結束 我那時候研究 在研究所的時候 到三年級 要畢業了 最後也是 日本教授帶起來的時候 在同樣那個時間隔一學期 發生一件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那時候就是 在Defense的時候 到第三學期的時候 那個時候 一開始不是日本教授講我那個嗎 後來過了兩年之後 我一樣在最後呈現我的作品的時候 有一個英國藝術家 我還記得他名字叫Nigel Rove 他是一個行動藝術家 他說James 你第一學期這樣子 我們就給你建議 然後你就改 然後到第二學期的時候 我們也給你新的建議 你又改 現在已經改了第三年了 到底要怎麼辦 不好意思 那個小孩子 可不可以坐到後面去 會影響到我講課 然後 你到底要畫什麼 我那時候被逼急了 我就哭出來了 我說 我說 我只知道 從小只知道 爸爸要我做什麼 媽媽叫我做什麼 老師叫我做什麼 我就當一個乖小孩子 他們叫做什麼 我都做到 我真的 我台灣的教友出來就是這樣 你就當一個好孩子 你就是尊重老師給的命 你就改 然後你知道那個藝術家做什麼 西主任請過來一下 把他帶走 為什麼 我們研究所沒有出這種學生 你連自己要什麼都不知道 那你來念什麼研究所 離開吧 我那時候嚇一跳 長春生的學費很貴的 我念了三年 他居然叫我離開 他說你這樣不夠格在這邊 當研究生 你沒辦法拿這個Degree 因為你不曉得你自己要什麼 是 我們就有教到我們不知道 我們自己要什麼 講不出來 後來那個日本教授 就是說我顏色那個教授 就把他說 這樣好不好 他那時候是西主任 他說你給我一個暑假 我來改變他 那時候那個議評會的人才同意 說好 你知道那個教授把我帶去 他住在費城 他買了一個房子 他讓我住三樓 一樓是他女兒 一個很漂亮的 日本人跟猶太人混學的 舞蹈系的美女 二樓是訪問學者 我就在那邊住了一個暑假 那暑假沒做什麼 每天他只叫我話線 到了晚上的時候 就去他家煮飯 好像替師傅 這樣洗來三口一樣 替人家刮草 煮飯 再到晚一點 他就帶我到吧裡面 去喝酒 然後吃hamburger 然後吃burger 然後跟什麼 跟費城當地的藝術家 音樂家 文學家 詩人 在那邊混在一起 每天講不同的事情 到weekend週末的時候 他就把我帶到紐約 他的住的地方 他就從早上 禮拜六早上 一大早就到Soho 那時候Soho還在 現在換的地方到Chelsea Soho地方每一個藝廊都去參觀 他走到路邊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 比較窮的藝術家 就說 你看到也有這樣的藝術家 一幅畫賣不到五塊錢美金的 他也是藝術家 待會兒又帶我到另外一個藝術家的opening 開幕酒會 那個開幕酒會 就是給汽水給餅乾這樣子 也有這種 一幅畫賣一百塊兩百塊美金的 他說待會兒還有一個更高檔的 也有賣幾萬塊美金的 裡面是香檳啊 魚子醬的藝廊開幕 這樣一天下來就說 你看到吧 他們都是藝術家 可是他有不同的角色 所以那樣的一個暑假給我 重新想過我到底是誰 我來做什麼 我不再是為了別人做什麼 我來做什麼 藝術家是什麼是活的像一個藝術家 我從那邊開始學到很多事情 之後我再回到那個 最後的那個評審的時候 我把畫拿出來 這次我的態度就不一樣了 我說今天就算你不給我過 叫我把學校踢出去 我還是回去畫畫 我還是去畫畫 因為我知道我要做什麼 跟你們給不給我學會 也沒有關係 很奇怪 我那種態度一講完之後 反而那些評審委員都很尊重我 我不是用畫來讓我過的 那也不是一個trick 是真的 你的態度對的時候 你畫的東西 你會走一輩子 你如果做假的話 走不了多久 台灣人也是一樣 不要做假的人 要做真正的人 你真的是什麼人 你就做什麼人 不要去假 不要去滿足這個滿足那個 滿足別人 到最後你自己是誰都搞不清楚 台灣人做自己是什麼人 你搞清楚 先查清楚自己的身分是什麼 當你自己那個身分的人 現在到六點了吧 哈囉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 下個 各位好玩請客 有些人 謝謝 謝謝